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徐老师 这节课我们来认识八和九 在认识之前,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请看一看 先读一读这些书 从左往右开始读 五、二、零、六、三、七、四、一 请你想一想 按下面的要求 说一说 一共有几个数 从左往右说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有八个数 那接着 从左数第五个数是解 伸出手指一指 从左边开始第五个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 第五个数是三 再来 右边 五个数 都是几 都是哪些数 伸出手 右边 五个 抱一抱 一、二、三、四、五 这五个数 分别是 一、四、七、三、六 这五个数 是吗 你都答对了没有 答对了 真不错 那你能不能帮他们排排队呀 你首先想到的是按什么顺序排 我听到有的小朋友 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 那你还可以怎样排呢 还可以从大到小来排一排 我们把排的顺序读一读吧 零、一、二、三、四、五、六、七 那从大到小 就是 七、六、五、四、三、二、一、零 诶 不管怎么排 这里最大的数是 七 那七的后面是几呀 这节课 我们就来学习 起来看 看到这一幅图 这是我们校园里面的一个场景 看到那一块 牌子了吗 热爱自然 保护环境 你还看到了什么 说一说 纸一纸 圈一圈 在这一幅保护环境的图里面 还藏了不少的数学知识呢 请你数一数 把你所看到的东西 把他们的数量数出来 有的小朋友 一眼被这些爱护环境的小朋友吸引了 真是环保小卫视啊 来数一数 他们一共 有几个 圈一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有八个环保小卫视 把他们 排排站 还有吗 再来数一数 看到那些小树苗了吗 是不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小树 那还有 哪些也可以用 数量八来表示 看到正在交花坛中的这些花了吗 数一数 是不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有八朵 漂亮的花 这些都是数量为八的事物 这些小朋友和大自然 相处的真是和睦 有的 交花 有的在采浸树枝 他们 成为了好朋友 我希望你 也能够和大自然 成为好朋友 每人都做一个热爱自然 保护环境的小卫视 看到这里 这些都是数量为八的事物 那么我们可以用数字八来表示 也可以用八个小圆片来表示这些事物的数量 那如果 让你来数一数身边数量是八的事物 你能够数出哪些呀 赶紧数一数身边这些数量是八的事物吧 和你的小伙伴一起分享 我看到很多小朋友都在数 真不错 用一句完整的话把你所数出来的 说一说 好 数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 如果用八个小圆片去摆出数量八 你可以摆出哪些漂亮的图案来 我搜集了三幅 请看一看 这三幅分别是不同的小朋友摆出自己所喜欢的图形 你能够摆出其他的吗 我们还可以有其他不同的图案出现吗 自己动动手 动动脑吧 好 我们再看到这一个环境图里面 这里面还有哪些数学信息呀 我们似乎忘掉了一个重要的人物 九 本来有八个小朋友 加上我们心情付出的老师 那一共就是九个人了 好 图里面除了人数可以用数字九来表示之外 还有哪些也可以用数字九来表示呢 数一数 看一看正在飞舞的蝴蝶 是不是有九只 伸手指数一数 从左往右开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只蝴蝶在飞舞 可以用数字九来表示 看看图中 还有哪些是我们没有发现忘了数的 你们的花盆是吗 是不是也有九盆花 数数看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 也有九盆花 也可以用数字九来表示 像这些事物的数量 我们可以用九个小圆片来表示 也可以直接用数字九来表示他们的数量 好 有了八和九的认识之后 我们现在 用九个小三角形 尝试去摆一摆 数量九 你可以摆出哪些图案呢 有了八的认识 摆出九的图案应该也不难吧 看这一个小朋友摆的 摆成了他自己喜欢的图案 像什么 像一条小鱼 也像一棵 小树 是不是 那像这样一个小朋友 还可以摆出这样的图案 你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你也动动手摆一摆 数量是九的图案吧 八和九不仅藏在我们这个大自然当中 还藏在我们的计数器里面呢 看一看 计数器上面已经有几颗珠子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有七颗珠子 那再添上一颗是 天上一就是八了 有八个珠子 那再添上一颗 是几颗呢 是九颗 我们的珠子的数量越来越多了 我们的树也跟着越来的越大了 我们的这一个八和九 藏在计数器里面 还藏在我们每天在用的尺子里面 赶紧找一找 请问七后面接着是 八 那八后面接着是 九 我们把这把尺子上的数读一读吧 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小数在前 大数在后 好 请你回答一下 八的前面是几呀 七 是不是 那八的后面是几呀 大数在后 九 那八的相邻数 它的邻居是几和几呀 前一个数是七 后一个数是九 所以八的邻居就是七和九 那看一看 看到这幅尺子图 除了这些之外 你还能想到哪些 我们看到了 起点 零 从零开始 数 依次往后不断的增大 那在这幅尺子图里面 最大的数是几 最右边的 九 最小的数是几 最左边的 零 那你数一数 尺子上面一共有几个数呀 数一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 十 有十个数 看一看 其实尺子里面 还藏着非常多的数学知识呢 你自己再来想一想 还有其他的吗 五的相邻数呢 四和六 请你伸出手指着 七 七的前一个数是六 后一个数是八 你也和你的小伙伴来相互提提问吧 试一试 好 我们知道八和九还藏在我们的尺子里面 现在 我们把它们来比比数量 第一幅图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 有七个小圆片 第二幅图 增加一个就是 八 第三幅图 在八的几乎上再加一个就是 九 那 七八九 来数一数 比一比呗 七和八比 我们看学习号圆片 谁多 谁少 清清楚楚了 七就要 小一些 八 要大一些 那么 我们就可以说 七 小于 八 小嘴对 小数 大嘴对 大数 那接着 八和九比呢 看小圆片就知道 数量九 要多一些 所以九 就大一些 那么就可以这样 八 小于 九 小嘴对 小数 大嘴对 大数 那 你来看一看 八 如果和 七比 那 这里 应该填什么符号 八要 大 所以大嘴对 大数 八 大于 七 那接着 九 九 如果和 八比 那 这里应该填什么符号呢 大嘴对 大数 所以 九 大于 八 七和八比 八和九比 那 想想 还可以怎么比呀 我们还可以和 七和九 比 也可以九和 七 去比 你比一比 用我们的大语号和小语号 来说说 它们的大小关系吧 好了 我们知道 八和九 它们的大小关系之后 我们 接着 往下来学习 看这里 有 三排 都缺了数 先一想一想 第一排 应该 填几呀 第二排 又应该填哪些数 第三排呢 没关系 观察 第一排 一共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有八个数 从左往右看 七 四 大数在前 小数在后 那么它的顺序 应该是按照 从大到 小的顺序排的 那么八个数的话 那七的前面就是 八 大的数是 七 接着是 六 然后是 五 然后是 四 那么说明我们 猜对了 继续 四 四 后面是 三 然后是 二 最后是 一 原来 是把 按照 从大到小的顺序 把这八个数 排了排 那第二排 看一看 有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数 第一个是 一 第二个 怎么变成三了 二去哪了 二原来 掉下去了 是不是 来 一 二 掉下去了 三 那接着是 四 掉下去了 那这里就应该是 五 那接着是 六 掉下去了 那么接着就是 七 七后面是 八 八 掉下去了 那么就是 九 我们把这几个数读一读 一 三 五 七 九 像 一 三 五 七 九 这样的数 我们叫做 单数 那 掉下去的 这些 二 四 六 八 像这样的数 我们 称作 双数 好 看第三排 中间是 中间是 八 前面 后面 一个数 那八的 邻居会是谁呀 真聪明 七 前一个数是 七 后一个数是 九 七 八 九 那 那想一想 最后一排 还可以怎样填呢 真了不起 也可以 从大到小排 九 八 七 有两种情况 你都 答对了吗 真不错 我们记得 来 比一比 填一填 请看一看 有两排 大嘴对 大数 小嘴对 小数 那 如果第一个数 是 九 九 是 目前我们所学过的 最大的数了 那么 后面可以 填哪些数呢 比九 小一点的 可以是 八 那 比八 又再小一点的 可以是 七 比七 比再小一点的 数 可以是 六 可以这样吗 你还有其他 不同的想法吗 给你的小伙伴 说一说 看第二排 如果 最大的一个数 是 放着八 那后面 又可以怎么填呢 想一想 看学老师 是这么想的 可不可以 比八 小一点的是 五 那比五 再小一点的 可以是 三 比三 再小一点的 数 可以是 二 这样可以吗 大嘴对 大数 小嘴对 小数 对五 从大到小 排排站 那 你还可以 怎样填 你还可以 怎样排 和你的小伙伴 说一说吧 好 说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道题 两根同样长的 彩带 第一根 用去 八米 第二根 用去 九米 哪根彩带 剩下的长 那 这个如果不明白 老师举一个 例子 有两个同样大的蛋糕 你 你一个吃掉了一大半 另外一个 只吃了很少的一部分 你想一想 哪个蛋糕 剩下的多呀 真聪明 吃的少的那一个 剩下的就要 多 那 道理是一样的 两根同样长的彩带 要问 剩下的 谁长一些 我们就只需要看 哪一个用的要少就可以了 看 哪一根用的少一些 第一根只用去了 八米 第二根用去了 九米 两个一相比 发现 用的少的是 第一根 所以 剩下的就是 第一根要 长一些 你 掌握了吗 这节课 我们就认识了 八和九 能够知道在八和九的 大小关系 那 我希望大家 能够活学活用 在生活当中 来实际应用 这些课 我们就学到这 下节课 再继续来学习